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有一個疑問就是 川普為什麼老是讚揚習近平 有些朋友甚至說非常討厭他這一點 川普可以說是二戰以後 美國所有總統當中對於中共打擊力度最大的一個 他發起的這個貿易戰嚴重的削弱了中共的經濟實力 在他的帶動之下,美國民間對中共的態度 不信任、敵視的態度也是達到了歷史新高了 有一個民意調查顯示 70%以上的美國人都認為 中共對美國安全形成了威脅,所以要反共 現在共和民主兩黨在反共這件事情上面 已經形成統一戰線了 美國過去這幾年和台灣的關係也是日益加強 美國在台灣海峽、南海對中共軍事力量的圍堵 川普也是銳意加強,對中共的滲透的抵制 和反擊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 那這次疫情爆發了之後 川普也很多次表達了對中共的不滿 說他們要為全世界疫情擴散負責任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川普一邊反共 一邊讚揚中共的黨魁習近平 說他是一個優秀的領導人 這就有一點自相矛盾了 這就跟你反納粹,但是不反希特勒一樣 就在兩天之前,川普還說 習近平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美國《紐約時報》就有一篇文章說 這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川普想跟習近平維持個人的關係 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讓習近平 繼續履行中美貿易協議 就是讓習近平繼續追加 增加購買2000億美金的美國產品 也就是說,川普還想靠著習近平 執行這個協議來挽救美國的經濟 他要真的是這麼想的話 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這次疫情沒有爆發的話 美國經濟還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的話 那麼中共履行這個貿易協議 確實是可以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對美國經濟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但是美國經濟現在已經大衰退了 全世界的經濟都已經陷入大衰退了 即使是習近平履行了這個協議 那也是杯水車薪,那也是無際於事啊 過去這兩個月,美國的經濟損失 大得不得了,難以估量 美國政府為了挽救這個經濟 就已經額外支付了6萬億美金 可能還得繼續增加 可能要達到10萬億,可能更多 那你這2000億美金,你連個零頭都算不上啊 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啊 有沒有必要這麼在乎啊 有沒有必要為了這一點錢去拍習近平的馬屁啊 可能川普還想著美國經濟很快重啟了 重啟了之後就有一個V字形的反彈 那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 因為這次經濟大蕭條,不可能是暫時的 今年甚至明年都不可能復原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 紐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盧比尼 他以前曾經準確的預言過 2008年的那一場經濟危機 這次他又說了,世界經濟將會出現一個L型的趨勢 就是說它跌下去之後,要蕭條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他說這是有好多種因素決定的 比如說第一個因素就是現在各國政府都出現了大規模的赤字 債務欠了很多,這會拖累今後的經濟 第二個因素就是絕大部分的民眾,各國民眾 他的收入減少,經濟重啟了之後 他們會選擇增加儲蓄、減少消費 這個不利於經濟發展 第三個因素就是大量的企業倒閉了 還有更多的企業虧損了 這不是短期之內,大家都能夠恢復起來的 第四個因素就是現在這個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還是未知之數,最早也要等到明年 所以說這都給投資、給消費增加了阻力 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一共加起來有十個 都說明經濟不可能迅速反彈 2008年的那場經濟危機 美國是經過了差不多三年時間才開始恢復增長 這一次比2008年那次要嚴重得多 那就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夠恢復 不僅僅是經濟學的權威這麼說 美國的股神巴菲特也是這麼認為的 巴菲特是全世界公認的最會投資的人 最會賺錢的人 因為他對這個經濟大走勢看得很準 5月3號這一天,巴菲特他的公司 就召開了股東大會 在這個會上巴菲特說 這次他不準備抄底買股票了 因為疫情他對經濟有長期的影響 現在買股票,將來可能要下跌50% 所以他不買,他在前一段時間 曾經試著超過一次底買了幾家航空公司的股票 結果虧得一塌糊塗 4月份他不得不全部清空了 這次他承認錯誤了,他接受教訓了 不再輕易出手了 他說現在好多行業都已經陷入了深度衰退 除了航空業之外還有像什麼汽車啊 什麼傳媒啊、餐飲服務啊、旅遊啊、娛樂啊 所有的這些行業全部都受到了重創 美國的經濟、全世界的經濟一時半會兒好不了 所以巴菲特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持有現金 當然他說的是持有美金,大家別持人民幣 其實這兩位經濟界的大咖 不僅僅是他們意識到了這個道理 很多有經濟常識的人都能夠想得清楚這個道理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怎麼可能一時半會兒就結束呢? 他對經濟打擊這麼大,怎麼可能經濟馬上就能夠復原呢? 以前經濟危機都是某一個行業出了問題 引起其他行業連鎖反應 比如說70年代、80年代有石油行業出了問題 2000年代是互聯網泡沫破滅了 2008年是美國次貸出了問題 然後就導致其他的這些行業的危機 但是那些被波及的那些行業、那些地區 相對的來講受到的衝擊會比較小一點 比如說2008年房地產金融業是首當其衝 但是像什麼旅遊、娛樂、高科技、還有航空這些受到的衝擊不大 還有一些國家,比如像我住的加拿大 在那次危機當中基本上算是全身而退 這次就不一樣了 從生產到消費、從製造業到服務業 除了醫療行業還有殯葬行業之外 其他的都受到了沉重打擊了 昨天看見英國4月份的時候 汽車銷量降了差不多90% 美國的房地產4月份降了差不多40%幾 這種經濟你怎麼可能說重啟就重啟 怎麼可能說復原就復原呢? 俗話說傷筋動骨100天 就是指一個人的身體受傷了之後 你還要那麼長時間才能夠復原呢? 現在是全世界的經濟傷筋動骨了 即使是各個國家的政府都採取最正確的措施 最少也得需要個一兩年的時間才能夠復原 而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呢 可是今年11月份就要舉行了 到那個時候經濟肯定還沒有起色嘛 說不定那個時候經濟還在繼續下滑呢? 所以說這個經濟牌,川普肯定是用不上了 按理說這個道理一點都不難理解 那麼怎麼川普這麼精明強幹的人 他理解不到呢?他都能搞錯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求勝心切 這就影響了他的判斷力 他主要是想一直是想用經濟牌來提升他的選情 在疫情爆發之前 他就因為擔心疫情會拖累經濟 所以一向情願地說美國不會爆發 言談之間不知不覺的就把這個疫情淡化了 我在3月初的有一期視頻 一頻快頻第99期裡面就說過 川普這麼搞下去,選舉恐怕會失敗 那個時候他的民調中那個支持率還比拜登高 現在拜登已經超過他了,超過五個百分點了 因為後來這個疫情在美國真的就大爆發了嘛 美國的經濟突然之間就蕭條了嘛 現在川普已經不當化疫情了 但是以前他所犯的那些語言中的錯誤 行動中的錯誤已經被民主黨 支持民主黨的那些媒體抓住了 他為了扭轉這個局面 他也做過一些採取一些正確的步驟 比如說他加大了對中共問責的力度 但是他還有一個小尾巴,他硬是不願意割掉 這個小尾巴就是他對習近平的態度 就是他還要稱讚習近平 他還在幻想習近平多買一些美國貨 好幫他挽救經濟、挽救選情 我相信川普這麼聰明的人也犯錯 但是用不了太長時間 他一定會認識到這個錯誤,然後改正這個錯誤 他會明白這麼一個道理 你習近平是中共黨魁,而且是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讚美習近平等於就是讚美中共 你讚美中共了,你就沒有辦法讓中共為這個疫情負責 如果你不讓中共去為疫情負責 那你自己就得負責 那你的選情就輸定了 川普對於習近平還有一個誤解 就是他認為習近平是一個強者 強有力的領導人 他在5月3號接受福克斯採訪的時候 也是表達了這個觀點 不僅僅是川普有這種想法 很多中共體制內的反習派的人士 他們也認為習近平是個強人 所以說他們對習近平相當的害怕 還有一些民間的反對派也是持這種觀點的 所以說他們對未來不是很有信心 其實這種觀點是大錯特錯 現在我就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種觀點是錯的 並不是所有的大權獨攬的獨裁者都是強人 習近平看起來很強 那是因為他坐在一個大國元首的位置上 坐在一個大黨的黨魁的位置上 他手上掌握著很大的權力 但是一個政治領袖是不是強人 並不在乎他手上有多少權力 而是在於他的這個判斷力 在於他的執行力 有沒有判斷力、執行力去有效的運作這個權力 判斷力尤其重要 比如說對人的判斷力 如果是沒有對人的判斷力 那你就沒有辦法挑選一些人 來組成一個有執行力的團隊 還有如果你缺乏對局勢的判斷力 你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 決策錯誤了,執行又不得力 即使你有再大的權力 那最後也會喪失權力 稍微碰到強一點的對手 碰到稍微複雜一點的這種局勢 那就會荒腔走板,就會應對施策 就會被打敗 看過商國的朋友 大家肯定都還記得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故事 當時諸侯歌劇 其中最大的兩個諸侯就是元少和元素兩兄弟 他們的地盤比曹操大很多,軍隊也多很多 但是曹操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裡 他說元素是種種枯骨,又說元少好謀無斷 就是說沒判斷力,勢力再大都沒用 最後遲早都被我給消滅了 後來果然曹操把他們都消滅了 如果曹操在世,他肯定也會這麼評價習近平 不把他當回事 因為習近平的這個判斷力比元氏兩兄弟還要差勁得多 習近平對人幾乎是完全沒有判斷力的 他重用的那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那就是那些人過去都曾經跟他一起混過 有一些是他當年在擔任地方幹部時候的部下 比如說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 組織部長陳希,還有北京市長蔡奇 還有中央警衛局局長王小洪 還有一些人是在習近平進入官場之前 就認識的一些老朋友 比如說像人大委員長栗戰書 國家主席王岐山 還有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他們都是早年跟他有交情的人 他用這些人就是因為他沒有判斷力 他判斷不清楚誰有學識、誰有能力 甚至判斷不清楚誰對他比較忠心 所以說他就定一個簡單的標準 他認為過去跟他混過的就一定會對他忠心耿耿 他哪裡知道在專制權力體系當中 父子兄弟為了權力都會反目成仇 更不要說他這些過去的部下過去的朋友了 像當年漢高祖他有個朋友叫奴婉 小時候穿開當褲的 後來為了權力也背叛他了 像李世民為了權力幹掉了他兩個親兄弟 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 所以說習近平這個用人的標準非常老殘 但是他沒辦法因為他沒有判斷人的能力嘛 他只能設立這麼一個簡單的標準 然後就按照這個標準來搭建他的這個炒臺班子 他重用的人只有一個是例外的 就是這個王滬寧 王滬寧過去真是跟他沒什麼交集 這是因為人以類聚、物以群分 習近平自己沒啥文化 所以說他過去的這些親信、舊部 基本上也都是大老粗 現在當了主席了 一定要弄個文化人來幫他裝點一下門面 來幫他搞搞宣傳 所以才用了王滬寧 照習近平他這種用人的標準 他怎麼可能組建起來一個像樣的團隊呢? 不僅不會食人、對人沒有判斷力 因為他對這個事件、對於局勢也極度的缺乏判斷力 他本人是沒什麼學問、智力也不是很高 除了在這個紅二代交際圈裡面 他耳濡目染學了一些厚黑學之外 對中國經濟、社會問題、對於香港、台灣問題 對於國際關係的問題 所有這些國家領導人應當透徹了解的重要事物 都是一腦子降糊 他的那些親信也跟他一樣半斤八兩 就是一個不學無數的隊長 帶著一群只會唯唯諾諾的豬隊友在一起 他怎麼能夠幹得成事情呢? 所以說過去這幾年他幾乎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面 都判斷錯誤了 他幹什麼?什麼失敗? 自從他上台以後 中國的經濟每況愈下 一帶一路、亞投行、熊安新區 最後都搞成爛尾工程了 新疆西藏的民族仇恨是越來越深了 還有他誤判了香港的民心 所以說反送中運動最後搞得如火如荼 他又誤判了台灣的形勢 導致台灣親共派一敗塗地 又誤判川普最後貿易戰打敗了 被迫簽訂陳夏之盟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他又沒有把這個疫情處理好 本來這個疫情是可以局限在武漢地區的 結果他擴散到全國了,搞得全國哀鴻遍野 甚至是搞得全世界哀鴻遍野 後來疫情擴散了之後 他又想利用口罩、防護服 想去在世界上當老大 結果現在被全世界唾棄了 被全世界要向他追責、要向他賠償 現在他們又開始向美國甩鍋 現在已經把美國的第二號人物蓬佩奧罵了 就差罵川普了 現在維繫中美關係的 只剩下川普這麼一條線了 可以說是千金細魚一髮 這條線一斷,中共和美國就正式成了敵對關係了 就正式進入戰爭狀態了 政治戰、外交戰、輿論戰、貨幣戰、科技戰、金融戰 所有的這些戰一起開打 甚至不排除直接的武裝衝突 甚至不排除在台灣海峽或者在南海打一場熱戰 而任何形式的這些戰爭都會給中共帶來沉重的損失 甚至會帶來致命的打擊 所有的這些發生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習近平缺乏判斷力 他的那些親信也沒什麼真本事 只會溜須排馬,只會鱷魚奉承 就是因為習近平他一個人當道了 他過去的那些就不親信,也跟著鞠犬升天 所以說習近平這個人 在所有事情上面都判斷錯誤的人 把所有事情都搞砸的這種人 他身邊沒有朋友,只有奴才 這種人是絕對不可能強大的 哪怕是他掌握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 他也不可能因此而強大 因為這個機器最終是要靠人來操縱的 這個機器在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靠過去的設定運轉 但是一旦碰到了新的情況 一旦碰到了緊急的特殊的狀態 那這個機器就需要操縱者來重新設定它 來重新決策 這就需要習近平他有這個決策能力 需要他這個班子有這個決策能力 這個機器才能夠正常的發揮作用 而習近平在這方面是屬於白癡級別的 他的親信也比他好不了多少 那麼這個時候再大的國家機器 落到他們手上也變成了一堆廢鐵 所以說他不會強大 掌握著一大堆廢鐵的人不是強人 同時我們也可以再引申一下 就是我們只要創造出一個新的局勢出來 創造一個習近平沒見過的局勢 就能把他給蒙了 就能把他給打敗了 川普過去創造了一個新的局勢 就是發動貿易戰 把習近平給搞蒙了 不知道怎麼應對 最後被打得暈頭轉向 香港人過去反送中也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局勢 把習近平也給打蒙了 到現在還平息不下去 那我相信川普今後還可能創造一個新的局勢 川普如果是意識到了這2000億美金的合約 挽救不了經濟 再這麼繼續誇獎習近平 他就會輸掉選舉 意識到這種危險了之後 他可能會給習近平製造一個新的狀況 比如說他公開的譴責習近平 比如說他跟台灣建立外交關係 正式的外交關係 或者說取消香港的特殊關稅區地位 還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那個時候習近平肯定又會昏招跌出 如果是習近平再出錯招 川普跟他真正開打 那麼川普就可以贏得美國的民意 也就可以贏得美國的大選 那麼在國內今年下半年 極有可能出現新的局勢 但是今年下半年中國的經濟 將會陷入谷底 全世界經濟都不行了 中國的經濟肯定也好不了哪去 可能會更差 所以說那個時候民眾感覺到經濟壓力太大 生活壓力太大他們就會走上街頭 習近平過去的經驗 他是只能鎮壓一個城市一個地方的民眾反抗 如果是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同時出現了反抗運動 他就不知道怎麼樣應付了 將來民間的有志之士再創造出一些新的反抗的策略方法 比如說佔領各個地方的政府大樓 或者說驅逐關押當地的政府要員 或者說設立臨時政府 或者說撤反那些政府官員 讓他們公開的宣布去暗投民 或者是公開的撤反軍隊的這些將士 到那個時候習近平肯定又不知所措了 因為自從中共篡脫政權以來 他們沒碰到過這種情況 這個機器沒有設定怎麼樣處理這種情況 我擔保那個時候習近平不敢派軍隊去鎮壓 因為他比老百姓更加害怕軍隊 大家要知道中國的軍隊平時是不帶槍的 帶槍的時候裡面也沒子彈的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上級害怕呀 就是因為他們不相信這個軍人 他們害怕兵變了 自從搞了反腐運動之後 習近平這個反腐運動之後 軍隊裡面那些軍官是恨習近平恨得不得了 恨不得他倒台 當全國各地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 那個時候習近平他就肯定不敢派軍隊 不敢派軍隊的那個時候他就是死路一條 如果他是下令軍隊去鎮壓 軍隊拿起武器了就會倒戈,他死得很快 如果他不敢下令鎮壓 那麼體制內外的這麼多人 合力就會把他拉下主席台 就會把他壓上審判台 最後他也會死,死在牢裡面 所以這個人德不配位 智商也不高,智不配位 他本來是沒有資格做一個國家的元首的 讓他當的元首可以說是天衣弄人 這主要是因為以前那些中共的元老犯糊塗 他們以為弄個蠢貨上去,他們就容易操控了 哪裡知道這個蠢貨在得到權力的加持之後 他們猛然的就爆發出一股蠻力 這股蠻力把中國給搞亂了 也把世界給搞亂了,把老百姓害苦了 也把中共的家底給折騰完了 所以現在體制內外一直要反對他 他前面只有死路一條 經常有人說這麼個觀點 說打倒習近平沒用,你不要反習了 換一個人上來比習近平更差 大家要知道,現在中共裡面的人 他現在不是被習近平排擠了,就是消極待政 大家看看政治局裡面的那些委員常委 有幾個在幹活的 大家再看看各大家族裡面的人 有哪一個是在維護這個政權的 大家都在等著習近平垮台 只不過是中共裡面這幫人都很自私 他們自己不想冒著風險跟習近平拼命 都在等著別人先動手,只要有人先動手了 他們就會一轟而上 現在習近平把中共搞的內部已經是空心化了 共產黨其實已經不成其為一個黨了 他只剩下一張皮 現在是習近平和他的少數親信 披著這張皮在充當共產黨 只要習近平倒了,他的那幫親信也會做鳥獸散 那共產黨就徹底沒有了 不會有其他的人去接替習近平來領導共產黨 因為習近平他代表共產黨做了這麼多的壞事 闖了這麼大的禍,得罪了這麼多的人 成了全世界公敵 他倒了之後,體制內的人沒有任何人敢再批共產黨這張皮 也沒有任何人有本事在接下這個爛攤子接著幹 所以說打倒了習近平就是打倒了共產黨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對 謝謝